韓國瑜拿下國民黨初選勝利 現身黨中央迎接黃袍加深的這一刻 我的心中沒有一絲一毫的喜悅 一絲一毫的喜悅都沒有 我感覺到無比沉重的壓力 韓國瑜初選拿下44.8支持度 郭台銘只有27.7% 足足大贏17% 初選勝利卻笑不出來 韓國瑜身邊只有周習偉和張亞中出席 主要對手郭台銘朱立倫通通沒來 不想為他的勝利抬轎 我還是高雄市市長 一定會全力來衝市政 勝選敢言再次強調會留在高雄 說好周一到周五拼市政 卻拋下高雄原住民北上黨中央 第一天就撕毀承諾 市長你要怎麼跟黑名界頭部交代 來請貴對高雄韓國瑜 朱立倫站站站 朱立倫支持者 雙手比倒贊 坐著輪椅單挑一群韓粉 嗆瞎韓國瑜丟下高雄市民 頓時讓韓粉無話可說 相反擊卻說不出口 贏了初選怕輸了人和 韓國瑜先找朱立倫 試圖補考團結這一題 立刻來聯繫郭董事長 只要確定時間 立刻登門拜訪 韓國瑜一邊開講 朱立倫眼神死一臉無奈 站在一旁 兩人眼神沒有交集 相或訴和解 唯獨郭台銘陣營拒絕 讓韓國瑜吃閉門羹 不僅如此 韓國瑜北上卻搞神秘 到黨中央搭白色豐田 搬回朱立倫換黑色轎車 再訪藍營大佬連戰 變黑白兩車 沿帽子西法 只見堂堂高雄市長周瑜請試駕 卻在台北四處換車繞圈圈 說好的專心市政 隨著初選勝利 反而越繞越遠 三日新聞李正道 胡錫英 吳成斌 向夢者 SNG號組 台北報導